各式各样色彩缤纷的彩绘 不仅让社区居民重温美好回忆 同时也让来参观的民众近乎连连 这些美丽的作品都是由主委社区的居民 透过跟中国艺术家梁老师合作所彩绘而成 而彩绘的过程也增进居民的感情 我们理事长为我们社区做一些年节 民俗 童话 这些彩绘 让我们回忆起童年的时候那种快乐的样子 在我们这个主委这个小巷里面 他做了非常漂亮的彩绘 都有一些包括一些小时候的情景 有像一些那个爆米花 还有荔架 我们都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益的活动 那大家都同心协力的把这个主委小巷 做得非常的漂亮 很好看啊 现在这个我们 从这里经过 就是说好像很喜欢这个彩绘 蛮好看的 随着桃园航空城进入实质开发阶段 主委社区也将面临全面拆迁 而主委社区发展协会为了让居民留下最美的回忆 因此向桃园市政府文化局申请 并透过跟中国艺术家梁老师合作 借此让主委社区的美常存在民众的心中 我跟文化局申请我们这一条箱子还没有做美化 那还没有做美化的话碰巧梁老师有在我们社区里面 交一个课程 那一个课程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跟他研究之后 那梁老师一口答应了是说 他能够帮社区做另外一个特色的展演 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研究了之后就希望是说 能够做铜碗的一个系列的呈现 因为梁老师很用心把我们这个墙壁上 完全用绿地跟蓝天的呈现 主委社区发展协会近年来 除了在社区内打造一格村 借此传承敏兰文化记忆 另外也透过中国艺术家梁老师的指导 不仅教导社区长辈彩绘 同时更将社区的老旧墙面 变身成为一幅幅的画作 欢迎民众一起来到主委社区拍照留念 记者网络军台报道